拜登基本上算是他的一個 非常鐵的兄弟 他講一點點 我們的強身就衝得很前面 甚至就連武器 他都是比美國還要先送重型武器 去給烏克蘭的 對吧 那現在他離職之後 對於國際情勢的發展會是什麼 恭喜英國 賀喜英國 我們只要看一件事情 就是他辭職的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英鎊只跌反彈 你就知道說英國怎麼看這個事情 因為所有的政治人物 能夠影響匯率的實在不多 他辭職生一出來的話 很多人跑進去買英鎊 你看就表示英國要往好的方向反轉了 剛才我們提到他的誠信問題 或者任用副黨邊的問題 因為副黨邊在他們保守黨裡面 就等於是一個紀律大成 就是管所有的他們黨幹部 或者做國會議員的一個紀律大成 就紀律大成的這個性醜聞 這個昭然若欠 這個讓媒體都炸鍋了嘛 那可是這絕對不是唯一的原因 他只是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 怎麼說呢 前段時間他的財政大成辭職 這個財政大成是公認是很專業 又懂得去處理目前英國財政經濟問題的人 英國現在問題困難到什麼程度 這上個月通貨膨脹率是11% 英國都已經快炸鍋了 然後這個財政大成 早在到達11%的通貨膨脹率之前 就跟他遞出了幾個要求 我們怎麼趕快去處理通貨膨脹 財政政策怎麼弄 我們貨幣政策怎麼弄 結果遞給他 他看都沒看 他幹了什麼事呢 就是你剛才講的 跑到烏克蘭去表演 所以這個財政大成等了好久 你也都不決策 一直都擺爛 也不管 然後勞工的生活困難 就開始很多勞工會在騷動 那英鎊一直都跌跌不停 所以對整個英國的經濟情勢 是雪上加霜 再加上更扯的 有關於這個脫歐的協議 跟歐盟的協議 他有幾個條款 一戰的顛山導致 反來不去的變動 搞得歐盟都很不爽 所以兩邊的經濟運行 都碰到很多困難 不管是投資 交易 貿易都產生混亂 是 那再加上防疫成績又有過差 自己開派對 對 很過差 所以英國人在這個 種種問題裡面發現說 原來所有問題的原因就是你 沒有別人 抓到了 就是你 你想想看 通貨膨脹破在美景 能源價格高漲 然後財政大神說 報告首相 我這個方案我們趕快決定 123要選一個 結果你放在你辦公室不離 跑到烏克蘭去表演 那也不能怪他 因爲什麼 因爲他是電視編劇出身 他說他推賭信 把政壇當劇場來表演 已經變成習慣了 那他也覺得這樣 表演可能會讓他的民調上升 不要忘記 政治是要講什麼 講基本面的 不能老是玩那種技術面的東西 技術面的東西股價不會漲 這基本面的東西 不好股價會下跌 所以他現在就被下來了 那今天早上 我一醒來就發現 金融時報發了社論 說他應該下台 金融時報在英國 是何等的份量的報紙 很少見說 一大早正式用社論讓他下台 我就馬上在臉書上 隸屬他的罪狀 就剛才我講那些 這個不下來英國會很糟糕的 結果他剛開始講說 撐到10月嘛 對啊 那我就懷疑 你這種狀況 你撐得到10月嗎 英鎊你再不下來 英鎊會一直跌啊 結果他現在果然撐不住了 因為他剛任命的人 馬上要他下台 那你看看 這個人的施政是很誇張 他用的外交大臣 不懂外交 不是沒有外交之力 是完全不懂外交 還被俄羅斯外長給洗臉 那個國家不在那個邊的 你搞錯了沒有 第二個 他用的國防大臣 不懂國防 從來跟國防沒有關係的 你說 你叫英國的一個媒體 各界 英國是一個 保守的主張精英統治 所以他們很多的 領導階層都一定要受過 很好的教育 有很多的很好的經歷 不會像 美國會幹那個什麼 會把那個 煤礦老闆的老婆 派去當聯動國大使 不會幹這種事的 但是 開先鋒是誰 就是 強生 所以已經破壞了他們內閣制的 基本的精神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所謂的副黨邊的 這個 這個性醜聞的問題 這真的是最後一根 把所有人的氣都凝聚在一起了 本來 財政大臣的處理通貨膨脹的方案 可能大家還會有不同的意見 搞到現在大家已經 沒有別的意見 就是要他下台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江森他當任英國首相 剛好到七月份滿三年 這三年期間裡面 他有風光走向衰落 真的值得所有的政治人物 引以為賤 很多基本面該做的事 不要想用文青式的語言 想用這個掩蓋謊言 明明這個論文就亂抄一通 還可以找很多人出來幫他講話 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委員請教你剛剛講說這個 不太懂外交是這一位嗎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 來一個最新的消息 這一位外交大臣特拉斯 他現在人其實應該是在印尼的 巴厘島 原因是他是外長 他要去參加G團體的外長會議 不過就在剛剛 他發表了一個最新的聲明 他表示說他要提前退出 印尼G團體的外長峰會 原因是因為要趕回去 要選總統選首相 他要 希望能夠爭取保守黨的領導層支持 他發了一個最新的一個聲明 他說呢 這個PM做了一個很正確的決定 強森做了正確的決定 然後呢特別提到了說 現在的政府取得了很多的成就 還是要先播一下嘛 說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 但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冷靜 團結找新的領導人來繼續執政 最支持澤倫斯基的一個人消失了 對 所以對澤倫斯基來講 他馬上要陷入很大的危機當中 第二個你要知道 過去喔 拜登你以為他的決策會比 強森果斷嗎 也並沒有耶 美國內部很多重大決策 他也跟強森一樣拖拖拉拉 比如說 你到底要不要降中國的關稅 到現在都沒搞定 對不對 所以其實拜登跟他也是不遑多讓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拜你過去因為在 整個資源烏克蘭的上面有 強森跟他一搭一搶 拜登可能還比較容易下決心 那少了這個之後 我看拜登恐怕更難下決心了 那英國顯然會陷入一段時間的混亂 那陷入至少 因為他們通常大概至少要兩三個禮拜以後 才有機會選出來 有的時候還會拖更久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英國可能暫時 對烏克蘭的資源就不會像過去這麼強烈 那我覺得這兩三個禮拜恐怕是一個非常關鍵期 也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戰役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刻了 因為烏東已經差不多都被俄羅斯掌握住了 那現在很多人在講說到底是要談判 還是要讓俄羅斯一路打到聶伯河 所以那現在剛好失去了英國這樣一大澳元之後 我個人覺得一個談判的契機出現了 因為鷹派消失了嘛 一個鷹派消失了嘛 所以我覺得德法搞不好會趁這個機會 讓一和談開始可以產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水神抗菌液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 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推薦代碼CTI 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喔